到南投游玩吃住 都帮你安排好了 爱吃烘焙小点的人 一定要来品尝 这里的芙蓉蛋塔 一颗蛋塔 就可以呈现出 三种不同的吃法与口感 土里住宿 那不能不提到 养之古温泉民宿 在独立泡汤空间 享受场沐浴山林中的寥之旅 放慢往常紧凑的生活步调 来着好好享受 最顶级的无色无味碳酸泉 既可以滋润身体 又能够洗涤心灵 下午可以来到咖啡厅 好好地度过悠闲时光 简约温馨的舒适空间 让人融入这个 充满温度的环境里 使用店内自烘的豆子 煮着手咖啡 有着水果掉性的酸甜感 以浓缩咖啡Expresso 加入一点糖 及大量冰块制作 自制素食水工包子 搭配咖啡享用超适合 再推荐一间 日式无印封暖心民宿 鱼翅白宫458 提供小点心 让刚入住的朋友 可以小小休息片刻 精心挑选的床铺 不但厚实 且软硬适中 尽情享受 放松惬意的空间 用舒适的住宿 结束美好的南投之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这里的一期订阅中 我们下期订阅到这里的